虽然过了端午节 但是在6月18号上午在南京路广场 还是举办了一场 纵情千里百福包纵的园游会 在会中也特别针对了老宝贝 有特别的服务 像是有知名的业者就进行了 免费的输牙按摩 都能够成立我们的 爱心天使站 那么所以今天 也有很多的这个 意外的活动啊 摆设摊位 我想我们都是希望能够 让社会大众一起来参与 这样有意义的活动 也透过大家的捐赎 我们能够汇集出一股 这个爱心的力量 那么能够来 顺利的来完成我们照顾一些 特别需要照顾像是植物人啊 老人啊 这个没有依靠的这些老人 我们这次活动的目的是 在募集我们 华山基金会在台东 16个乡镇都要设立一个 爱心天使站的建战经费来服务 台东县的三师长辈 我们的计划是全台369个乡镇 各一乡镇一个爱心天使站 希望可以让这些老宝贝们 度过不一样的一天 县长也共同敲响了爱心罗 并在会中捐赠了一万元 希望可以让大家共同响应 来帮助社会上需要帮助的朋友 华山基金会代表林秀惠也表示 希望大家共同发挥爱心 在这一场园游会也聚集了很多人的爱 希望让这份爱可以继续的流传下去 感动更多人 东南新闻正会的江兴华 在南京路广场的采访报道 在南京路广场的采访报道